新北市的企业开出了第一枪 因为鸿海在土城总部设立的企业快筛站 9号就开始进行了衰减 而我们镜头也独家直击到了快筛站的建制过程 鸿海除了自购标准了PCR的检测剂 也备有一人一世的隔离空间 预估一个星期可以筛减500人 一大早鸿海前妈妈黄丑莲率队带领鸿海员工 到门口迎接新北市长侯友宜 协同市府大批集合人员快步走进总部后门 鸿海集团开新北市企业的第一枪 要将在土城总部的后门这边设立快筛站 而土城总部只会是第一个 未来其他其他厂区也会陆续建制 门口立了个大看板 协着筛检区入口 走进里头木质地板垂坠掉灯 都特别精心布置过 庶民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因为鸿海第一个快筛站 9号就已经启动开始替员工筛检 所以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 所以员工今天就可以开始筛检了吗 还是说有预计的时间 不过鸿海其实大多员工 在5月中就开始实施居家办公了 这次快筛主要会针对 必须得到公司上班的同仁 以及第一线作业员为主 筛检规模控制在百人以内 上班来说的话 在公司就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其实蛮多汽车 飞都在公司里面 大家如果真的都还OK的话 就可以进公司上班 而桃园也有企业开手力 台达电子归山厂门口 员工拉开社交距离 排排座登带筛检中 台达电预计要针对 畅区内奔锅和外籍员工进行筛检 从早上九点就已经开始进行 比较方便的话 如果早发现找治疗嘛 隐藏一些就是不明的病例 所以我觉得还是定期的做筛检 然后公司自己有做快筛也是很好 企业自主快筛动起来 毕竟疫情一旦失控 对员工对集团营运 都是签一法而动全身 动三层联系统许经有洪沛宇 在新北市的采访报道